我们这边可和谐了 我们这边两个人 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准备 就像你说的 见并肩在准备 刘绿有一个小挑眉 刘绿他太可爱了 刘绿太懂了 不像对手 像队友 对 因为案件难度特别大 所以他们现在 迸发了他们的 合作语 对 我来确认一下你的案例 来写进来 我觉得他们俩 在这个案件当中 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 我完全没想到 进步非常快 抗压力非常强 他俩不是对手该多好 现在要磕CP了 真的 他们的CP名叫胡言乱语 也可以是名言名语 名言名语好 对 如果我们能再找到一些 有力的判决 起码这样表示 是有争取空间的 先给公司运一点信心 然后我把这边舔掉 来 三年龙发给他们 OK吧 你就想想跟大家 相处得愉快吗 好像在忙案子 他没有来得及相 老跟我相处了 怎么不太愉快 那也没办法 没有 我就想看一下 就是如果他还是那种 杀气腾腾 对 你就不选了是吧 对 但是发现他很和蔼 然后选了 比较年龙 和蔼 和蔼 你卷头发 你卷了头发 我先躺一下那个 好的 你昨天回去有什么进展吗 我昨天回去 发现我们好像漏掉了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串起来 漏掉了啥啊 我们不是之前一直在想 就是 首先从旅行不能这里 告诉他们 如果你要是想 走回购这条路 你拿不到你想要的 我突然间在 刘律师有问我们说 那万一国资这边 就是想直接诉呢 对吧 这个我们是不是漏掉了 好像 对 我听早还在想这个问题 可能得找找案子 嗯嗯 好 对 我还想问一下 你仲裁的这些东西 仲裁你觉得大概有什么 仲裁就是 第一步应该是根据协议 要求开股东会 嗯嗯 这就是30天 那我们是有权利 第三十天开的吗 只有一个月 然后第二就是 30天后 如果没做出减资学议 那MC公司就只能 提出仲裁 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 45天要交大电书 这又是45天 所以这俩能拖个75天 妈呀 两个半月了 拖字绝 之后就是一些拖延的战略 仲裁员回避 多个15天 仲裁员挑战完以后 至少要经过20天 能开庭 收到开庭通知后 5天还可以出一年期申请 嗯 就又可以挣5天 那就是115天 然后这个仲裁裁决 要送达到 2S公司这边 可能就117到118天 我们按117算吧 先先算一个最短的 但是这个还没算 那个就是协调开庭的时间 哦 所以我觉得120天是个比较合理的估计 OK 四个月的话就已经到今年年底了 所以我们不然期限就先算到这个时候 先算到这儿了 120天啊 后续看看还能不能再拖 咱们 后续是可以拖的 嗯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报告分一下 OK 谈判想法 我想放到第一块 我们一层一层地打 首先先告诉投资人 我们总体的一个思路是共赢 第二个是仲裁这边 因为我们流程可以拖的比较久 所以愿不愿意在仲裁的同时 考虑和解 这块不然就我来总结 嗯 挂牌交易的部分也可以我来 回购条款这块也可以我来 剪子的问题我可以再找一下 那不 我找剪子 因为我感觉第二个比较了解 好 后面那都我的 截止到一点半之前 哪一方的进度严重地落下来了 就可以帮一下里面一方 我们这边可和谐了 我们这边两个人 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准备 就像你说的见并肩在准备 刘律有一个小挑眉 刘律太可爱了 刘律太懂了 不像对手像队友 对 因为按键难度特别大 所以他们现在 迸发了他们的合作 合作语 对 我来确认一下你的案例 来洗净的 我觉得他们俩 在这个案子当中 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 我完全没想到 进步非常快 抗压力非常强 他俩不是对手该多好 现在要磕CP了 错了 他们的CP名叫胡言乱语 也可以是名言名语 名言名语好 对 如果我们能再找到一些有力的判决 起码这样表示是有争取空间的 先给公司运一点信心 然后我把这边舔掉 在三点钟发给他们 OK吧 先发吧 现在刚好三点 你把它贴近附近 然后我们直接就发 OK 他们这个案子要谈完了 可以去吃一顿潮扇牛肉丸火锅 你是今天饿了是不是现在 你现在整个重点都在 我现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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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送一口气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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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禽忘食的 然后我带你们去吃火锅 这么好 妈呀 天呐 还真的去整火锅了 我这什么嘴呀 没有什么事情 不是一顿火锅可以解决的 馋死了 说着都流口水 我负责买单 你负责点菜 你负责吃好吗 要让胡同学吃饱 他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好 米拜 我已经不吵了 你这两天跟大家 相处得愉快吗 好像在忙案子 还没有来得及相处 老跟我相处了 可能不太愉快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们组的氛围还挺好的 我看你们俩工作那个状态 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胡同学非常善于合作 对 我觉得你们俩没有各做各的 因为本身这个题目的难度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看这个课题 能让你感受一下 就第一个 你的法律支持点可能缺什么 对 对吧 第二个 特别是运用到商业时间当中 我觉得昨天晚上 你整个人脑子是不动的 就是你把固定的问题 问完之后就 我问完了 我感觉就对面两个客户的眼睛 看到我的灵魂 我灵魂里没有公司吗 被看穿 被写的客户真的很有勇气 对 我当时以为你是在公司法方面 也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那种 没有 然后我当时 完了 我过去也凉了 他写名字之前 瞅了你一眼 你看到了吗 没有 我就想看一下 就是如果他还是那种 杀气腾腾 对 你就不选了是吧 对 但是发现他很和蔼 然后选 他比较那种 和蔼 和蔼这个词合适吗 不应该是温柔吗 对 我就是 你不知道第二场考核的时候 我们打辩论吗 然后他们不是拿了第一名吗 然后就前三个人 无论什么问题漏了 他最后站起来 那一刻整个人在发光 你知道吗 他四遍是吧 对 对 对 厉害 Dodi男孩 我打辩论一直打辩论四遍 因为照理来讲 四遍要看很多的书 对 你要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 高的高度 对 要拔嘛 对 我是打一遍的 我也是打一遍 那就是个花瓶 我一个一遍就是个花瓶 花瓶做好 对对对 然后我要顶一轮问题就可以了 我可怕二遍三遍了 二三遍其实我也打 我还挺好奇给你打辩论 当对手的这种感觉的 就我不会是那种 就是站起来就往前轻的 就是那种比较凶的 想动对手还不简单 给你们俩创造一次机会 那不用 但是在我这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都可以直说 嗯 你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啊 好 那好 奖金蓄锐吧还是 拜拜 刘律好好啊 又带你吃东西 又让你早点休息 她很直 但是她又很细心 很贴心 嗯 你现在在研究什么呀 我在研究这个 惠普星Book Pro 14的视频控制中心 特别高科技 嗯怎么说 就在视频会议的时候 它可以AI自动调整画面的亮度色调 还能自动跟随人脸 时刻保持最佳景别 特别智能 那用惠普电脑来开视频会议 岂不是像面对面沟通一样的体系 对 厉害 我们可能还要分一下 就是今天谁主讲 开头你先说 开头 好的 但是我在想 我们应该要在最快的时间 先吸引他们注意 让他们愿意把我 就是我们给他们提出来 这几个障碍先提进去 然后 如果他们追问细节的时候 我们再把报告里面 什么根据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条款啊 因为对方也是律师 对 他肯定也知道这些东西 有减刺要不然他说 其实可以现在给他们把 水给他们准备好 行 还是 把茶泡我开一下 你紧张了吗 紧张了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没事 谢谢 不是 你接不上的我 我 我会帮你约 虽然我也约不上 但是我会 都换给你 连不上来看刘育的 对对对 我会都换看你 这真的能让他放心吗 朋友 这个安慰 你看我们俩分个工怎么样 我再去查一下 那个股权质押的风险 好 我去接他 有这么个搭档就很踏实 很踏实 他们俩都是能让人 让人踏实的那种 见对方律师了 对 胡言乱语上线了 好 小胡什么时候 这么惊慌失措过 又走错方向了 紧张啊 满脑子都在过内容 方律师好 胡律师是吗 微灵师吧 你好 咱们看怎么上 等我来 来了 红圈所自身 好久不见 刘律师 来来来 上次郑圈宴协会那次唐王 有三个多月吧 差不多 再没碰过了 嗯 跟刘律对话的这个级 上一次我们还是 是吧 同座被告席的战友 嗯 今天希望就 就最后吧 也能有一个 你好 你好 谢谢 好 你们已经认识了哈 我跟小胡认识了 跟另外一位 小王 好 好 这表微信我 听到了本家 来 请坐 先赶紧拉进关系 我天的 这 对方这优势局 我稍微牵个头啊 按照咱们的合同约定 三十天之内应该是要启动 这个回购的减资程序的 所以我想今天咱们是不是可以先聊一下 这个减资程序的时间 咱们打算怎么样推进这个程序 我们双方如何配合 哇 他像换了一张脸 对 刚才是聊感情的时候 现在是聊事的时候 强势 这个我们会一定会谈到的 然后在我们整个方案开始之前 我们也是想大概表达一下我们的态度 感觉不好谈啊 对方是一下推到底 你得往外一点点拉 其实时空人这边还有公司这边态度很明显 就是我们还是不希望失去跟MC公司的合作 然后那MC公司这边其实我们了解到 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诉求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这边也是以一个 共赢这样一个原则为首的 咱们公司内部在做决策的时候 肯定要提交一个可研报告 可研究报告 所以在这个报告中 我们其实发现了不少的这个障碍 这个措辞温柔又有利啊 具体来说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您这边提到的减资程序 其次就是国企 它在交易产权的时候 需要进场交易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启动仲裁程序的话 那么在执行方面 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这个障碍 我们就分别来给您再讲一下 我可以先打断一下吗 律师 打断了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您方的当事人 现在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意思是 协议您方认为无法履行了 或者是不愿意再履行了 因为我理解起来才听到 后面有这样的一个障碍 好厉害 好直击 我们也不用兜着圈子都是律师 您方的当事人是准备违约 只是现在想告诉我方的当事人 您方有违约的理由吗 什么叫资深你看 不是不是 我们提出这个障碍 其实是站在MC公司的角度 去想了一下MC公司 它现在的一些烦恼 投资公司本身就是要盈利的 所以我们肯定也不希望 就是说违约甚至是导致MC公司 和咱们公司都出现一个 两败俱伤的情况 所以这个前提 其实我们这边还是非常友好的 违约等等相关的行为 我们还是尽量会去避免 然后这一块我们会再聊完 就是MC公司这个障碍之后的 和解方案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继续地沟通 您可以继续 我愿意提一提 好的 以柔克刚 首先就跟您说一下 刚也是您提到的 我们这个减资程序的问题 根据这个九名纪要 它的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 需要首先完成一个减资程序 没有完成减资程序的 人民法院要驳回诉讼请求 结合本纠纷的话 如果您公司要求我们公司 执行增资协议第10.3条的回顾条款 那我们按照公司法和九名纪要的规定 是必须要先完成一个减资程序的 我们公司毕竟不是 2S公司的唯一的股东 然后您公司 还有甲乙丙丁四个公司 那基于我们对这四个公司的了解 这四个公司还是对于我们的航天项目 有很大的信任和信心 因此在减资的股东大会上 很可能赞成票超不过三分之二 我们也没法做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结合九名纪要规定的话 这个减资的程序可能是无法顺利推进的 关于这个国企需要挂牌交易的这个障碍 其实也非常的明显 因为32号文 他白纸黑字地写了说 如果是国企 你现在要把你所持有的这个企业的产权 去交易出去的话 必须要在相应的产权交易中心 去把这个进行一个公开的交易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去保证说 就是取得这个MC公司 现在持有的RS公司 11.8%的股权的对象 一定是RS公司 因为它是一个公开交易 总体采用的是一个价高者得 以及设置各种各样的资格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理解 那些公司在如果想要执行回购条款 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 刘绿的眼神一直对它很好 欣赏有加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 如果说真的一定要执行这个回购条款 其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个目的可能达不成 因为MC公司也是国企 然后是要遵守这个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办法 然后这个办法第一条就是说 它这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我们也相信 不管您的客户是受到上级人民政府 还是审计机构的要求 要求你们尽快采取措施来保护国有资产 其实它的目的也是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您也应该知道RS公司现在账面上资金 是严重不足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理解 您想快速进入这个仲裁程序的原因是 担心RS公司的资产进一步减少 吴律师 抱歉 我需要先打断您再往下走 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 当您刚才跟我们提到 说我们的第一目标 我们希望诉求的是 能够尽快收回投资收益的时候 您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您对我们的预判 本身已经出现了矛盾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您 对我们MC公司来讲 投资收益的回收 并不是我们第一位要考虑的 我们要考虑的是国有资产 在运作过程中的合规 我们也更多要考虑 国有资产的社会责任 和它的政治责任 双方在签对赌协议的时候 您方的当事人是知道 特别是X先生 是知道最后 他要以自己的名义 来回购这份股权的 那么在今天的 这个当下的时候 您告诉我 您清楚我方当事人 没有办法 或者在您方看来 我方当事人 没有办法把这个股权 转让到您方当事人名下 所以我们合同 是没有办法履行的 我们不接受 也不认可 您方当事人提出的 自己不愿履行 这个合同的表态 这是否意味着 您方当事人 在签合同的时候 明知合同客观上 无法履行 而仍然与我方当事人 签订了这样一份合同 是否意味着 您方当事人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有欺诈的意思表示 甚至可能构成 合同诈骗罪 天哪 不仅要去亏钱 还得要坐牢 我的天 如果今天 我们双方的沟通 是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那我想这应该是 进一步加深 我们要去提起 仲裁程序的意愿 澄清一个误会 王律师 就是我们当事人 当然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是不存在 合同欺诈的故意 而且我们当事人 跟过跟我们的沟通 他们也是想要继续 履行这个合同 但是既然咱们今天 来协商 就是说来找一个 对双方都有利的点 所以我们方提出了 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能不能 用我们的股权也好 用我们的火箭发射技术的 专利的知识产权也好 来给您这边 做一个担保 来打消您 对于国有资产 流失的顾虑 这样您既能 完成您对这边 上级建管机库的责任 我们也能继续我们的研发 怎么担保呢 这个我可以给您来解释一下 就是合同定例当时 肯定首先我们这边 是不存在所谓的 合同诈骗罪的 然后这个事情 就先收个尾 然后我来回答一下 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这边 现在主要的诉求 其实是找这个 时空人想要让他去购买股权 但是现在咱们也知道 时空人把他所有的心血 还有他毕生的一些资产 基本都投入到的公司里面 我们理解国企这边 确实需要合规的要求 社会责任的要求 确实需要立刻起诉 起诉我们也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 多推几步的话 起诉之后 就算赢了的话 拿着这个生效判决 去执行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可执行款 就到这底牌了 我听起来意思就是 我方当事人如果顺诉了 也执行不到钱 到底在这个合同的 旅行过程中 谁是那一方不诚信的 谁是那一方违约的 这已经是置于一个 道义上的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完全不涉及 诚信的问题 就是不会配合执行 跟不能配合执行 是两个概念 不会这边是说 我们可能有一些 气炸的故意 但不能是说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对吧 X先生为了公司 整个的发展 为了推动中国 民营火箭的进步 把他自己全部的身家 都投了进去 其实现在局面 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 预见到的 包括在合同签订的时候 言语的临场反应 非常的好 他对于节奏和氛围的 把控很好 什么时候做怎样的 一个澄清 什么时候把话给兜回来 表现的态度 又是情绪很稳定 又很温柔的一个态度 我理解 我也很希望听到 就是 RS公司和X先生 现在对我们这个事儿 到底是有一个 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这样 就是 我在说第一个解决方案之前 可能要拉回到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有金融企业 它在挂牌交易方面 可能是可以突破一些限制的 但是其实这个条款 很难在时间中落地执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 MC公司是否考虑 直接把 RS公司11.8%的股权 在产权交易市场上 交易出去 因为这样的话 对MC公司来说 首先可以保障你们的收入 因为这个股权 卖出去之后的 这个回购价款 一定是可以取得到的 那也能得有人买 有人买吗 王律师 容我冒犯 您不觉得 您方提出来的这个方案 是直接要求 我方的当事人 放弃掉原来我们签署的 协议里的权利义务 告诉我方当事人 你把股权市场上一卖 咱们这个事到此结束 我平心而论 您这个不叫解决方案 叫做让我们放弃 我们在合同项下 所有的权利义务 这可能 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吗 我对此非常的怀疑 他笑了 针锋相对 因为根据咱们的新闻稿 其实整个市场 对RS公司的发展 还是非常看好的 而且这个回购价款 不会低 如果说市场 对于这个股权价格 这么看好的话 为什么X先生 不努力通过其他的融资方式 去把这么好的一个 有未来价值的股权 拿回到自己手上 好犀利啊 现在一方面告诉我们 这个股权很好 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 这个股权我不要 我没能力要 您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为什么咱们公司不再去寻求一些其他的融资 我可以跟您表个态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了 事实上其实是存在相应的融资安排的 但是因为保密的那其他的原因 具体的细节 我们不太方便透露 很漂亮 已经想好了可能对保密说这个 优秀 好棒啊 这是他之前提的那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融资方案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再跟你们再继续沟通一下 我很乐意听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在这之前 很好我们先最后拢一件事情 因为我想我们需要对双方 在我们这个协议在整个交易向下的一个身份 去做一个定性 不论如何 违约方是您方的当事人 我希望胡律师王律师 我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先发性的道义在我 还是很感谢您愿意来托合这次合作 其实您刚刚也说 您作为一个国资最在乎的其实是社会责任 包括您之前在我们亏损的时候 愿意来投我们 其实也是出于对社会责任这么严重 一个旅行 但是我们有能够达到跟保全一样 消除您方顾虑的办法 在您不申请保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股权也好 或者是一些动产不动产 包括我们的专利权 来给您做一个担保 如果您方愿意给宽限的时间 火箭发射成功之后 我们也愿意给您更多的利益回报也好 来给您更多的权利 在公司更多的发言权也好 以及其他的能够让您更方便地 来直接参与到推动民用航天事业 这么一个方案 可以那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再聊 那么关于补偿的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要延期的话 RS公司和XIP先生两位 希望延到什么时候 对方已经考虑这个了 证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对 我们是希望能够延到二五年的六月 二五年的六月 这个时间点 你们的考虑和依据是什么 您方的 我们的考虑和依据主要就是 基于这个两年内功课的 可能性为90%的这个判断 后续像您说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特征 也会提供给您这边 而且如果这个技术被功课 发射成功的话 投资方的收益也会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这个总体的方向就是 希望能跟投资方达成一个 树立共赢的局面 而不是说两败俱伤 对于这个对赌的延期 我方持开放的态度 成功了 我觉得这太精彩了 好精彩啊 教科书般的商业团堂 我看着都已经不能说坏了 太赞了 要笑 那我这边没有了 看一下胡律师王律师您这边 我这边也没有 没事 还是非常感谢您能来了 当然我们觉得 MC公司当初来投我们 其实也是看重了 对中国民营火箭技术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MC公司 能成为我们的伯乐 能够助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如果不是刘律师您说的这番话 今天我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觉得这是体现国企责任 很重要的一点 是的 然后那咱们再保持联系 好的 这问题 这样吧 稍后胡律师您方便 把王律师的微信推给我 咱们后续有沟通的话再联系 好的 好的 走 走 别雷尸 准备收邮件 他来了 他来了 天哪 所有人的心 黄的 所有人的心 黄的 停了 他们三个才慌呢 对 这种命运握在别人手里